良辰即是故府迎亲 大红花叫赵即亲 故府今日迎新人 今赵迎的天仙女 对对双双即成亲 请新郎带鸭叫童子上花叫 小童鸭叫撒喜堂 来念圣歌送元郎 花轿迎亲当然就不少得很漂亮的花轿 随着南方迎亲对五喜轿出发 婚礼正式拉开序幕 花轿一直抬到女方家路途遥远 但这个轿里面就不是空的 因为里面是坐了一位小童子 有一个阿娇的同志 两个阿娇的 不是空着的 做这个光头的信仰时 一定负责的就拨掉了 中式婚礼像第一个光线 是比四次婚礼 来到牙山的样子又浪漫 因为到时候有七千代五 有四胆、楼瓜 有和他对一个交流人 有些名字的门都可以 常常的迎亲队伍 穿过村庄、行过大街 伴随着喜庆的文乐 传递出主人家的幸福快乐 引来不少行人注足 大家悠哉悠哉地看着热闹 新郎哥就当然是心急了 希望快点把新娘娶回家 新娘出门之前还要拜别父母 新娘堂前指亲人 临行根据亲上亲 今早嫁得如一郎 不忘父母养育恩 请新娘父亲把新娘抱上宣承 按照传统习俗 新娘出嫁的时候双脚不能够着地 予以不把娘家的财气带走 接了新娘之后 回到新郎家之前 小夫妻就要跨过旺盘 予以兴旺发达事事成 然后才可以迎入喜堂 进入最重要的拜堂环节 一拜天地 天赐良缘 二拜父母 心仁双双 拜双亲 感谢父母养育恩 夫妻对拜 揭开盖头 向父母长辈奉茶 一对小夫妻共饮交杯酒 这些环节一个接着一个 一杯酒 百年夫妻到白头 二杯酒 福禄长寿共千秋 三杯酒 子孙门童 敬风口 最后 夫妻一起手执同心结 步入洞房 取亲仪式正式告一段落 能够用这样的方式来完成人生中重要的一件大事 虽然很累 但是非常幸福 相信美好的感觉会伴随着他们一生 作为母碩士一项非为项目 花轿迎亲传统民族能够得到年轻人的喜爱 融入当今的生活当中 这样的继承才是更有活力 从小接受那种传统文化的熏陶 所以想试试看传统婚礼 像现在的话 很多年轻人都比较喜欢那种西式的嘛 我就比较喜欢中式的 所以就采用了中式婚礼 程序也很多 感受也非常好 很有仪式感的 坐着轿子过来的 然后就像穿越回了古时候一模一样 让我感受到了这种文化带给我的特别的意义吧 中式的话虽然繁琐一些 以上午的话虽然累 但是幸福吧 因为知道婚礼的不容易 才知道以后生活的步步的艰辛 我们要共同努力 共同创造更美好的生活